今天我們要來強勢一條完全沒有騎過的路線 看過很多人騎過觀音山的分享 那其實我們自己算是完全沒有嘗試過 然後今天算是在比賽後的一個小小恢復期 那也帶著我的新車 等一下要一起跟它征戰 第一次騎乘這個觀音山的路線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往前到應該是陵雲路段那邊 陵雲路口有一間7-11 然後從這邊出發一路往觀音山前進 那我記得這邊有蠻多條路線可以上去的 我們選擇這路線呢 應該應該是接近10公里 那爬升我記得是300-400公尺 等一下就來編騎乘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首次騎觀音山的心得吧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我們剛進來這一段啊 幾乎都是一個其實蠻多工廠 然後這一段算是坡度大概都在2-3% 可是今天不知道為什麼風超大 所以騎著這個新的站居瑞克都騎起來 遇到那個側風蠻明顯的 因為輪子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這一段 還沒有進坡就有一點點 小小的挑戰 那身體還帶有一些 體賽的疲勞 看看 等一下後段的這個考驗 看能不能 想辦法維持過去 我記得大家都說 最後一兩公里的時候 觀音山的這個坡很可怕 我們等一下再來 感覺一下 到底是多有挑戰 通常經過這間萊爾鋪 就是路段開始 有沒有看到觀音山 OK 我們就出發吧 開始挑戰 剛剛那一段隨便又來一個8%的坡 真的是很陡啊 它平均都是在6-8%一直在跳來跳去 就是陡上緩和 陡上緩和 像現在是緩和 但是剛才是我的 確定是在3-8%的坡 而是在5-8%的坡 就是要在5-8%的坡 就是人家的坡 在5-8%的坡 在3-5%的坡 算是已經倒數3公里了 身邊那一段其實沒有很輕鬆耶 我覺得騎一騎就遇到8到9天的坡來連續刺激一下 真的會有點輕鬆 這邊好像也不是太輕鬆 隨便那250W才扯的上去 氣溫跟剛剛相比其實下降滿多的 最後一段 9%了 坡度左的上坡考驗 加油 10.3% 這不站起來不行了 歷經剛剛的連續8到10%的這個上坡 我們終於算是和緩一點 進路應該快到這個觀音山的遊客中心了 上面好涼喔 很舒服耶 氣溫大概有下降個5到5度應該有喔 真的變超涼爽 觀音山 觀音山 遊客中心到了 OK 我們抵達山頂了 這邊就是觀音山的遊客中心 我們剛剛這樣全程爬上來 距離大概是9公里左右 從我們停車的地方就是淩雲路的最路底 然後一路上來 其實大概在最後6公里 7公里左右 就前面2、3公里其實都是平路 然後到後面6、7公里開始 比較有一點挑戰的就是上坡可能有到8到10% 那我覺得這個坡跟我平常騎的 可能棕色路啊 劍南路跟風貴嘴有一點點不同 它就是持續上滿長的 然後緩一小段就上滿長的 如果說真的要像的話 它可能比較接近像是 小額坑冷水坑 那風貴嘴有點像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路線來講 它又更長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從下面非常酷熱的就是五谷四驅 然後騎到觀音山上 可以看到後面其實現在都是雲霧 真的是還滿舒適的耶 我看前面有一間咖啡廳耶 我們去喝咖啡休息一下吧 騎完車上來真的是上面滿舒服的 而且整路上 我覺得這個路線算很不錯耶 因為相對於我平常騎的那些路線當中 好像沒有山上就剛好有個咖啡廳 可以直接坐下來這邊 其實是還滿舒適的 而且平日來後面可以看到沒什麼人 然後山下雖然很熱 山上天氣算還不錯 就是滿推薦大家可以來騎騎看這個觀音山 我覺得算是新手入門來講 可能有一點挑戰 但是如果你可以一次不停的騎上來 我覺得你的角力應該也算是某種程度的認可 可能下次我可以帶聽不風機手來挑戰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頻道的企劃 應該在6月還會去參加一場小小的鐵人賽 然後我記得他在福隆 那最後一項他的跑步會從原本的公路路跑 會變成越野跑 也算是一個滿有趣的 算是很新的一場賽事 所以之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5月開始陸續 我們應該也會有開始會有一些週末約起 或是團跑的活動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鎖定更多 關於跟我們一起去騎車跑步的這些資訊的話 記得可以點選我們的IG 趕快去follow起來 加入我們的會員呢 也可以享有就是跟我們一起團騎 跟團跑的這些內容活動 對了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這次因為騎新車來爬這個觀音山 算是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點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其實我的新車是瑞克多 那大家也知道瑞克多的設定呢 就是比較空力型的公路車款 他比較適合就是可能是秋林啊平路 那像這種觀音山完全是上坡的狀態 而且我的框高是60的 沒有換成30的這種爬坡輪組的設定 其實騎乘起來會真的感覺明顯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還是會感覺有一點點 脫泥帶水的這種狀態 那接下來可能會陸續啊 跟大家開箱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有新款的斯特拉的試乘體驗 然後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騎的上一代斯特拉跟這一代 騎起來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像這種比較是爬坡類型的設定啊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選用比較爬坡類型的車款 其實騎乘起來的表現 我自己覺得還是差異蠻大的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空力車款來爬坡 外觀看起來比較帥 這是當然 那你可以換一個比較寬高矮的輪組 對於在爬坡的表現應該會比較有幫助 而且我們今天是使用這個 Insta360 ONE RS全新推出的運動相機 那其實我們已經使用他們家相機超久了 那ONE R一直是我們在一開始接觸 就是360第一台拿到的運動相機 就是360相機 那這是它推出的ONE RS 就是它在一些小地方有一些更新 就是它電池續航變好了 然後它電腦這個處理器呢 效能也提升 所以這個4K鏡頭的表現 相對於上一代聽說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所以剛剛大家有看到一些畫面 也是用ONE RS所拍攝出來 實際看起來呢 這個畫面的表現啊 我覺得算是提升得非常多 畫面真的是很漂亮 重點是它收音也大大的提升 那它在這個外面的這個遮罩部分呢 也很貼心的加上就是 一層小小的那種隔音棉 像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比較不會有風切聲 算是還蠻貼心的設計 OK 我們再喝個冰淇烘茶 等一下準備下滑了 睡急著地 knit início 亂雜 France 入 borders 往上 走 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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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